在此為各位介紹一套居家智慧 我居家 在這裡為各位介紹一套智慧燈控系統 我們傳統的燈控系統的話 就是會結合所謂的閉上開關 然後達到所謂的控制燈光的一個目的 那我們公司現在研發這個 內建控制器的一個觸控型開關 您只要把原本的燈座把它更換掉 成這種歐式或者是美式的面板之後 因為它內建控制器的一個原理 我們一樣可以利用觸控的方式 直接去控制燈座 那當然所有的燈座都連結之後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自定義的一個 叫PCBuds三星的控制線 您可以在任意其他地方安裝多座 或者是單座 或者是單一控制的一個燈光控制面板 那透過我們軟體 您可以直接指定您想要控制的電燈 或者還有所謂的情境控制面板 那情境控制面板就可以做一個群組式的操作 而不是像剛剛集中式的一個單件操作 那群組式的控制就更方便的 各位的一個管理 像說我們只要進家門 我們就可以開啟所謂的居家模式 居家模式我們就可以打開 所以加那個我們現在想要看的電燈 那當我外出的時候 我不用再一個一個電燈去檢查 或者是一個電燈一個電燈去一個逐一的關閉 或者按外出模式就可以把所有的電燈都做關閉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感應的一個形式都做關閉 那我這個內建控制器的原理不一定是可以延伸在所謂的燈光控制 甚至我可以做一個所謂的電源的一個節能的管理 怎麼說 因為我內建了所謂的電源的一個電流偵測的感應的功能 像我這邊只要打開的電燈 我指示燈就會關閉 那當你電燈如果當它故障的時候 燈泡沒有亮的時候 它回路上面的電流是會消失的 那當電燈關閉它回路消失的時候 我可以看到說 我原本打開的應該是會熄滅的一個指示燈 它變成還是很亮的 我就可以知道說 實際的附閃它事實上是並沒有被開啟的 那當然這個可以應用在你一個遠方的集中的燈座 你可能會知道說 我把它去打開三樓的電燈 但是三樓的電燈並沒有亮 我可以透過這樣子面板一個附框的一個特性 我就可以了解說 我現在到底我實際的一個回路到底有沒有開啟 那當然我可以做一個回路偵測一個電源做使用 像我現在再把它裝回去 如果電燈是裝好的上去 它馬上就就熄滅了 我可以做一些那種壁上的所謂的燈座 一個電源的管理 或者是我可以這樣子做一個電源的管理的控制 把這邊切換掉它回路上的電源就可以做消失 OK